-當你被外在的能量干擾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與其一昧的接收的話 你同樣可以用相同的震動 去跟它抵消成為無啊 但是這個能量必須從你自己發射出去 才可以跟外在能量抵消成為無啊 所以單獨進來的能量 這邊要有这样的能量 才會抵消成為無吧 那如果你一昧被攻擊的話 如果你一昧被攻擊 你攻擊體沒有東西出來的話 你怎麼抵消呢 嗯 然後我想說一定要從我們自己發射 可以借用其他的東西去抵消 自己就不會那麼累 旁邊做一個很那個的人 昨天那個分享的例子 旁邊做一個會一直跟你負面的 如果你一直發射正面 讓它抵消的話 那你不是很累 你幹嘛一直發射正面呢 我們昨天不是給你解決方法的嗎 就說不不不不不這樣子 你幹嘛不不不 不要謝謝 你就不要謝謝 你可以選擇坐遠一點啦 你幹嘛一直坐在那個地方呢